第605集 兰公公愣了一下 这可不是小事 真的动了肯定会引起恐慌的 皇上 杨如新急忙制止 这事暂时不易生长 还是秘密探查得好 最好能将药丸找到 我也能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 才好去想应对的法子 她毕竟是皇后 齐景臣闭了闭眼 然后再次睁开 吴悔 你去找 暗处有人影瞬间离开了 昏宁公虽然很大 可沈居如现在行动不便 对药丸的事 他又没告诉任何人 吴悔很容易的 就拿到了药丸 就在沈居如的枕头下面 看着那黄豆大小的药丸 杨如新放进了空间一粒 里面的成分很快就分解出来了 果然是曼陀罗花的种子 碾成粉之后 加上一些辅助药材炼制的 而这一颗药丸的剂量是相当大的 如何 齐景臣看着杨如新 盯着那盘子里被碾开的药丸老半天了 忍不住出声了 这东西很棘手 里面的毒药浓度很强 一天吃一颗不会死人 能有很好的止痛效果 可这药丸 最多连着吃三天就会上瘾的 如果同时吃两颗就能导致昏迷 同时吃三颗的话 就能避命的 杨如新指了指那药丸 他的主要成分是曼陀罗花的种子 那也是曼陀罗毒性最强的部分 齐景臣一听 脸色顿时变白了 而在书房门口 想过来找父亲的青豆 脸也变白了 母后竟然糊涂至此吗 皇上 回臣的意见 如今皇后中毒尚浅 说不定能戒除 当务之急 就是要找这东西的来源 还有 是如何进入宫中 到了皇后手里的 顾清衡经毛提议 齐景臣点点头 忽然看向了这二人 你们知道昨天晚上 谁找过朕吗 还是以夫人的名义 将朕叫到郊外的 杨如新和顾清衡对视一眼 都摇了摇头 赵起送 杨如新凝眉 赵起送 他不是在景山吗 心里却在冷哼 赵起送 你终于出来活动了 是啊 朕去了之后 也吓了一跳 齐景臣从暗桌后面走了出来 幸好后来发现 对方是假的 景山那里的赵起送 还好好的在那里 齐景臣看着杨如新和顾清衡 你们怎么看 你们怎么看呢 鬼臣跟他打过交道 顾清衡一抱拳 那个人诡异得很 而且烈火叫的叫众众多 没有剿灭干净 也很正常 嗯 那王爷的意见呢 鬼臣觉得 还是要尽早查明 他的情况比较好 他们的易容术 还是很厉害的 如果可以 那就必须要再次围剿 齐景臣的眸子 微微地咪了一下 如果赵起送真的跑了 那岂不是为国公失职了吗 杨如新的眼里 闪过一抹讽刺 失职在所难免 却也情有可远 不是吗 哼 齐景臣笑了一声 看向了顾清衡 那这个事 就交给常怀王去办吧 夫人觉得如何 杨如新的眉头皱了一下 皇上肯定是知道了之前 自己连夜出城去了景山的事了 不过 现在还不知道 他是不是在怀疑他们夫妇了 随即一本正经的行礼 时君之路 单君之忧 这都是做臣子的分内之事 只是 齐景臣微微挑眉 夫人还有什么担忧的 只是我忽然想到一个假设 如果赵启宋 真的想要称霸天下 那他就需要人手 就需要击败皇上 如果郑代云 是他的人的话 是不是 就能说通了呢 可是 他如何能接触到郑代云 毕竟 皇上 杨如新却笑了 皇宫里有多少人 太监宫女 世卫嫔妃 没有上万 也有上千吧 混进来个把的奸细 您能发现吗 别说发现了 就是他的女人 都不一定认得明白 你的意思 这宫里 有他的内应 肯定的呀 杨如新贪了贪手 要不然 又怎么能神不知鬼不觉的 将药丸送的皇后手里呢 齐景臣皱眉不语 两久看向了杨如新 那夫人 有何高见 我还是怀疑 出云宫 你的意思是 他们通过那个地方 寝出的 很有可能 所以 我觉得暗中 看守一下那里 说不定会有收获 毕竟 皇后是不是真的染上毒瘾 他们是需要有人验收的 转眼间 到了除夕 原本该是开心的日子 因为皇上不知道 为何发了怒 整治了一些工人 整个皇宫莫名的 一片的低气压 昏宁宫更甚 皇后终究还是 染上了毒瘾 每天都在哀求 给他要玩 不过这个消息 也就不多的几个人知道 除夕夜 是例行的宫业 朝臣们发现 皇后因为奉体欠安 没能出席 陪在宣文帝身边的 则是新晋的宠妃家妃 杨如新在宫宴的间隙 倒是不计前嫌的 为皇后进行了诊治 毒瘾这东西 可不是他的几个药丸 或者几次针灸就能戒掉的 还需要当事人的毅力 可惜沈君如并不是一个有毅力的人 姚华宫 这个宫殿原本之前 是汉王齐景浩的母妃 惠妃的寝宫 惠妃去得早 后来齐景浩出事出宫之后 这里就重新修整了 如今就是家妃 林敏家的寝宫 林敏家 是海金城林家的小女儿 这次通过选秀入的宫 林敏家的父亲 生前不过是一个无品的武官 很早就过世了 不过 他的舅舅却是吏部尚书肖干 吏部尚书 乃是正二品大员 吏部更是管着官员的升迁调动 算是一个十分热门的部门了 肖干没有闺女 对这个外甥女儿 那是十分的疼爱 林敏家也将肖干当成父亲一般 林敏家入宫得宠了 连带肖干的地位都提高了许多 此时 林敏家坐在美人榻上假妹 宫宴之后 皇上还去了御书房 因为亲国边境那边有快报过来 他只能在这里等着 今晚 皇上是一定会来的 只是 月色中天 皇上也没能过来 派人送来了消息 那边事儿多 让林敏家早点休息就好 家妃的心中十分失望 她还将早日诞下子嗣 别看皇后有三个儿子 照着皇后那般的做派 还不知道能撑着宫 还不知道能撑多久 只要自己有了儿子 将来的太子之位 还不一定是谁的呢 宫女和香走了进来 娘娘 不早了 歇着吧 林敏家点了点头 起身去了寝室 这时 外面有小太监过来传话 和香走了出去 不过很快又回来了 什么事儿 家妃坐在床榻上 问了一句 啊 是萧大人 烧了话进来 让娘娘 又时常去给皇后娘娘请安 这是作为嫔妃的本分 不能偷来 和香将萧干的话 原封不动地传达了过来 林敏家的眸光一闪 可是皇后如今病着 早就免了众嫔妃的请安了 那娘娘就去探病啊 毕竟现在娘娘 可是暂管后宫呢 林敏家毕竟是刚入宫 之前在外面的时候 也算是娇生惯养 有些心机还没展现出来 此时被人一点 顿时明白过来 回来舅父 本宫明白了 当天晚上 嘉妃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奉袍加身 成了皇帝身边 唯一的女人 第二天 大年初一 嘉妃起身的时候 还有些恍惚 想起梦里的情景 不由地握了一下拳头 权力这东西 无论对于男人 还是女人 都是有致命吸引力的 她既然动了心 那就不会轻易罢手 一番梳洗之后 先去给太皇太后 穆太皇贵妃等人请安 然后就去了昆宁宫 只是 在昆宁宫外 被人给拦住了 娘娘请回吧 皇后娘娘身体不适 太皇太后发话了 免了所有人的请安 门口的太监 恭敬地回答 就是一位皇后娘娘 聘了 本宫暂待后宫放映 自然要过来市集的 就在此时 门里面隐隐地传来喊叫声 似乎就是沈居如的声音 似乎在要什么东西 会宁宫的人如临大敌 也顾不得礼仪 其默进了宫门 将宫门给关上了 娘娘 这 河湘皱起了眉 走吧 灵敏家的嘴角勾了一下 转身往回走 却在路上遇到了齐景臣 奇梦行礼 爱妃怎么在这儿啊 齐景臣对这个灵敏家印象不错 漂亮 还知道进退 臣妾知道皇后娘娘 奉体欠安 就想过来市集 结果 家妃无奈地笑了笑 结果 被赶出来了 以后 不用过来了 齐景臣的毛子 微微地咪了一下 是 家妃恭敬地点头 走吧 随朕一起去陪父皇用午膳吧 就这样 家妃跟齐景臣 一起陪着齐薇吃了午饭 有人进宫求见皇上 他这才回了姚花宫 当回到寝宫 就有小太监过来禀报 肖尚书过来给娘娘请安了 别看家妃品级不高 可是那也是皇室的人 是君了 而家属则是臣 所以一般嫔妃省亲什么的 都要先君臣 后长幼 快请 林敏家急忙起身 亲自迎了出去 肖干走进来叫磕头 老臣参见娘娘 舅父 家妃急忙一把扶住了肖干 这里没外人 咱们不论君臣 肖干执意地行了君臣之礼之后 这才起身 娘娘 君臣之礼不可费呀 家妃急忙赐作 舅母还好吗 都好都好 肖干跟家妃聊累下家事之后 忽然看脸四周 家妃会议 将所有的下人都潜退下去 只留下心腹和香 这才看向了肖干 舅父 有话直说 肖干看了和香一眼 家妃 宫里可不比外面 不上去 那就要被人压着 舅父的意思 家妃明白 只是 赎金皇后无德 已经德不配位了 她染上了毒瘾 恐怕这天下 无人能见 家妃的心 跟着紧了紧 如果是以前 舅父不会提这些 可是现在 有机会在眼前 为什么 哼哼 不抓住呢 舅父 家妃虽然看着镇定 生意已经微颤了 出卖了内心的震惊 我 我想想 其实 她早就想过了 她想要那个位置 却不能不矜持一点 小感自然知道 这个外甥女儿 是有野心的 看她这副样子 只是微微地笑了笑 呵呵 好 夏儿 无论你怎么选择 舅父永远支持你 说着站起身来 将一个药瓶 放在了桌子上 然后行礼 微臣告退 家妃起身屈膝 舅父慢走 等到肖干离开了 家妃这才呼了一口气 期望坐到了梳妆台前 看着镜子里 自己的盛世美颜 想象着戴上凤冠的样子 肯定是很美很美的 只是 一想到当皇后 光是除掉沈君如还不信 那还需要得到皇上的认可 还要更快地怀上子嗣才好 随即拿起了药瓶 娘娘 何香忍不住提醒了一句 这东西 何香 本宫得搏一下才行 灵敏家握进了瓶子 负责 永远 只能是个妃 可是这东西 万一被皇上知道了 那 那可是欺君呢 何香的脸色 有些发白 可是 这是唯一能让皇上 迷恋我的法子了 灵敏家看了眼 手里的瓶子 这东西可是千金难求的 何香还想说什么 终究是闭了嘴 她不过就是一个宫女 命运已经跟主子连在一起了 主子生 她就活 主子死 她也无法苟且 灵敏家打开了瓶子 从里面倒出了一小块 黑色的东西 犹豫一下之后 塞进了嘴里 热闹一天的大年初一 终于结束了 当天晚上 没有设公宴 不过皇上 还是召集了嫔妃 和蒋荣其微 一起吃了一顿家宴 沈君如出乎意料地出席了 整个人算是涂了厚厚的脂粉 都难掩憔悴 灵敏家 一直都在细细观察 齐景臣的反应 清晰地发现 他对沈君如的眼神 已经再不如从前那般 看上去 冷漠了许多 沈君如虽然撑着过来了 可毒瘾让他很快 就撑不下去了 哈欠连天的样子 哪里还有一点 母仪天下的威严 蒋荣摆了摆手 你回去吧 齐温也皱起了眉头 一脸的不渝 沈君如不想走 却也不得不走 只能期盼地 看着齐景臣 齐景臣 却看都没看他一眼 他的心终于是沉到谷底 想说点什么 可是 却张不开嘴 只能任由小太监 将行动不变的他 给抬走了 蒋荣没再说什么 还是微微地叹着气 这顿饭吃得是不欢而散 皇上 林敏家看着脸色难看的齐景臣 并没有立刻就走 反而走了上去 皇后 会好的 齐景臣抬眼 看向林敏家 勾了勾嘴角 家飞 倒是善良的 林敏家一时间 竟然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沉默一番之后 只能屈膝行礼之后告退了 齐景臣上前一步 捏住了林敏家的下巴 你想上位 林敏家的心咯噔了一下 面上去不显 起码跪下请罪 皇上 臣妾不敢 是不敢 还是不想 齐景臣松了手 饶有兴致地看着她 林敏家要撂唇 皇上 只要进了后宫的女人 有几个不想上位的 有几个 不想得到皇上垂青的 臣妾如果说不想 那就是欺君了 齐景臣的眸光闪了闪 有些意外 可是 臣妾已有自知之明 虽然想 却不会不择手段 毕竟 皇上的喜爱 并不是能凭手段 就能得到的 一切 还凭皇上做主 林敏家说完之后 极力忍着浑身的发抖 对方不说话 他就没底儿 到底会不会惹恼 这位至尊男人呢 起来吧 齐景臣忽然笑了笑 林敏家愣了一下 起码细安站了起来 有些忐忑的 等着对方下一步的行动 走吧 齐景臣转身就走 林敏家却有些懵了 不是想得到朕的垂青吗 怎么还不走 走了两步的齐景臣 又停住了脚步 是 林敏家激动了 起码跟了上去 说出去很多人都不相信 后宫之前没有几个女人 皇上基本独宠皇后 后来选秀之后 倒是进来十几个 现在大半年了 只有她一个幸运儿 成为唯一一个 试过寝的女人 还不止一次 这才成就了 宠妃的名号 只是 这还不够 她要的 可是毒宠 岂有跟之前 沈君如那样的待遇一样 可是 她跟皇上 没有感情基础 那就只能让她迷恋上 自己的身体了 而之前的药丸 就是舅父特意寻来的 许说是用了传说中的戏果 秘制而成 那戏果 是生长的基因之地 十分的难得 却有特殊的功效 那就是 可以让女人的身体 更加柔软 并且 在跟男人结合的时候 产生一股特殊的香气 这香味 能让男人迷恋 慢慢地产生依赖 最后离不开 就跟毒瘾 也差不多 林敏家 在城前宫里 待了半宿 就算这样 还是没捞着留宿 完事之后 就被送回了姚华宫 哼 我不着急 这次 我能感觉到皇上的变化了 有了这一次之后 相信不久 那牌子 还是会翻我的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席 山里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